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今天学习基督教要义 经讲系列第136课 关于祷告的第二课 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第一个规则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 第20章四节到五节 进入到第三卷以后 我们再回顾一下三卷前面的内容 主要讲了在圣灵里面 我们如何承受在基督里面的福分 实际上是三卷和四卷 都是强调我们蒙恩的途径 三卷里面强调了救恩论的层面 四卷里面强调了蒙恩的一些方法和手段 教会论 圣参等等 第一章到第二章 我们谈到了信心 圣灵 一章里面谈到了圣灵 然后二章就开始谈到信心 然后三章到五章谈到了重生 也就是悔改 当然加尔文牧师谈到的这个重生 跟今天这个瞬间的重生不一样 是逐渐的一生的持续的这种更新 类似于悔改的这个概念 圣化的概念 成圣的概念 那么第三部分就谈到了 基督徒的生活的问题 六章到十章 然后又第四部分就谈到了 诚意十一章到十八章 然后第五个部分就是十九章里面谈到了基督徒的良心的自由 关乎那些无关红纸的事情上 我们行和不行的这个自由 当然还有这个什么脱离律法的义的自由 等等脱离了这个恐惧 我们不再是奴仆 而是儿子甘心乐意的心 顺服的这样的自由 谈到了三方面 一个是脱离律法的义 不必要靠律法 第二是不再是惧怕 而是甘心乐意 被迫不是勉强的 第三就是谈到了在无关红纸 没有分 没有禁止 没有吩咐的事情上 我们在神的面前良心自由 可以做或者不做 那第五 第六部分就是二十章 我们现在学的 讲到了祷告的部分 其实祷告也是蒙恩的途径 他在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到 基督为我们赚得了那么多的恩惠 上帝把他一切丰盛都藏在基督里 我们如何获得呢 除了信心以外 就是祷告 借着祷告仰望基督来知取 实际上加尔罗牧师也谈到了 祷告实际上就是信心的一种训练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在操练锻炼我们的信心 那么上节课我们谈到了 祷告的性质 祷告的这个必要性 今天呢我们将学习 关于祷告的正确祷告的原则 一共有四个 今天我们只学一个 然后以后呢 这个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 谈到了这个拣选预定论的问题 第八章 最后第八部分 二十五章就谈到 末后的日子复活的问题 那关于祷告呢 我们上周谈到了 祷告的性质 祷告的必要性 祷告的理由 那今天呢我们将学习 祷告的第二个部分 关于祷告的四个原则 那就是从祷告的第二讲到第五讲 是谈到了这个四个原则 四节到五节会谈到超越自己心思意念的规则 记住这个超越自己的心思意念的原则 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第二个就是恳求我们必要却没有的 也就是我们一定 我们没有却是需要的必要的 所以我们求这样的内容 六节到七节 然后撇弃自义和仰赖神的恩典 我们抛弃自义 依靠自己自以为义 然后仰赖神的怜悯来寻求神的帮助 八节到十节 最后呢在融合 融合着悔改与确信的这个盼望当中 恳求如何祷告呢 带着盼望 这种盼望是包含着悔改和确信的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课 就是正确祷告的第一个原则 加尔文牧师说到 我们必须具备适合进入与神交谈的 这个心思和意念 这个重新调整了 跟三连不太一样 跟脉中也不太一样 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进入到与神的这个交谈呢 在心思和意念上 一定要具备符合适合与神交谈的这样的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态 怎样的意念来祷告呢 这个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入到 适合符合恰当的与神交通的 这样的具备这样的资格 也就是说我们想进入跟神交通 正确的交通 进入到交通当中 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应该有的 恰当的心思和意念 如果我们除去那些会拦住我们 直接纯粹的注视神 神的这个属露体的关心和思想 注意哈这个可能有点长 首先是要除去那些拦阻啊 那个拦阻 那个拦阻包含着什么呢 拦阻就是那些会拦阻 拦阻我们什么 直接纯粹的去注视神 直接注视神 当然是透过中保 没有其他的中保 纯粹的 只是单单的注视神 关注神 拦阻我们直接纯粹注视神的是什么呢 是属肉体的那些我们的关心 我们的思想哈 也就是说当我们拥有这些属肉体的关心 带着这样的关心 带着这样的思想的时候 就拦住我们 使我们无法直接或者说纯粹的去注视神 这个意思待会会逐渐的解开哈 我们在心思不仅在心思上 不仅要完全专注于祷告 这是第一方面 第一层面 我们祷告的时候 所有的心思都轻重于祷告 注重祷告 而且要尽量提升它 这个代名词就是指我们的心思哈 心思亲近神与神交通 非常重要的这个心思和意念哈 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是否能够进入到与神的真正的交通 这个很重要哈 那个很重要 后面解释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话更加深刻的理解哈 不只要我们的心思专注于祷告 而且要尽量提升我们的心思 使它超越祷告本身 什么叫做超越祷告本身 后面都会解释 那么我们的心思方面就符合这个法则 第一个法则 正确祷告的第一个规则呢 规则呢 就是不只要专心祷告 还要超越祷告 使我们注视神 直接的 纯粹的注视神 这是心思意念上 必须具备的 进入祷告交通的条件 那么适合进入与神交谈的 交通的这个心思意念是指什么样的呢 首先这里面我们来分解哈 除去拦住我们 拦住我们的那些肉体的关心和思想 大家记得 撒种的比喻是吧 撒种的比喻 那个第三种土地里面谈到了 那个种子是撒在哪里了 种子 经济杂草里了 对不对 那个土地 种子掉了以后 也长 长着长着 发现杂草长得更快 结果 这个杂草长得更旺 那个叶子也长出来了 这个庄稼就长得 这个焦黄焦黄的 脆弱的 非常细 甚至有的时候吐出碎 但是没有办法解除饱满的子力 为什么 养分和光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 解除饱满的子力 因此就失败了 比前两种 第一种是干脆就没扎根 直接被叼走了 第二种是好像扎根 日头一晒 根不深就枯萎了 谈不上结果子 那这种呢 可能土碎 发苗发旺 土碎了 但是没有办法解除饱满的子力 为什么 营养不良 这个也是夭折了 属于失败的 第四种土地才是真正理想的 不管是三十倍 还是六十倍 百倍 三十倍也好 也比这种强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说到了什么呢 为什么长经济杂草 什么是经济杂草 今生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就是肉体的那些 关心的事 今生的思虑 就包含了很多 所有只是关乎地上的事情 无论是这个正章的本分 还是出于罪恶邪恶的思域 所有属肉体的 跟属天的价值无关的 所有的今生的思虑 包括钱财的迷惑 它就使我们 拦住我们 去直接的 直接的反应词就坚解 纯粹的 纯粹的单词就是不存 混合的 带着思欲的 没有办法直接的 纯粹的那种 单单的 去注视神 为什么是注视呢 专注于神 不只是看神 不管是执视神 注视 专注于神 我们没有办法注视神 如果有这些肉体的 所以必须要除去这些 拦住我们 直接纯粹注视神的这些 肉体的关心和思想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除去这些思想 实际上没有办法进入到 真正意义上的 跟神交谈 当然我们 我待会后面还会谈到一些 看似与神交通的现象 但是实际上是 邪恶的犯罪的现象 待会我会给大家讲 那第二点呢 这个心思不仅要完全 注意哈 不仅要完全专注于祷告 那祷告的时候 想这个想那个 作业还没写 祷告祷告 然后就想着怎么写作业了 然后一跪下来 准备礼拜了 想着这个好像碗还没刷 准备去刷碗 这个一准备祷告了 又想着 哎呀 这个被子好像没收 总之呢 在我们 亲近神的过程当中 那个心思就乱哈 不仅是撒旦给我们丢 那些 平时想不起来 要做的事情 就非常殷勤的 就想在这个时间 让你去做的那种欲望 想起来了 这个 就拦住我们祷告 是没办法专注 没办法完全 一面祷告的时候 一面浑游向外 一面思想着别的 想着别的 乱七八糟的 这个 没有办法专注于祷告 所以心思不仅要克服这些东西 要专注于祷告 祷告的时候就专注 这个不只是祷告 听道一样 我们主人牧师也好 我之前也跟他说 你听道的时候 如果不专注的话 实际上 难得到恩典 我说除非是神主权性的 那个大复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 也没带着什么期待 就把心子去看看嘛 然后突然上帝强有能力的 他的灵在 灵到你 让你完全被他的恩典所击到 让你痛悔 看见自己的罪 然后悔改 这种非常的特殊的座位之外 一般的情况下 上帝赐福我们 都需要我们 什么渴慕啊 谦卑啊 不要带着偏见啊 专心啊 不要三心二意啊 等等这种预备心态去寻求他 所以这是两方面做工 非常的 神主权性的做工 和神一般性 邀请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尽本分 努力去寻求的 这样的步伐 所以当我们提到 努力祷告 努力专心听到的时候 并非是按明念主要 有一些极端的改革中 就把所有人的责任都否定了 连圣经里面 吩咐教导 鼓励我们 积极追求的那样的经文 也都忽视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 一旦强调我们做的时候 好像就有一种危险 好像侵犯了神的主权 不是的 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 上帝制定了这种 他所喜悦的方式 透过应许 命令 吩咐 劝勉鼓励我们 让我们积极地 免得我们 躺平 懒惰 加尔文牧师非常强调 这种神的恩典里面 不能忽视人的本分和懒惰的 这样的教导 今天的本文里面 今天我们学习内容里面 在祷告上 结尾的部分 也会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完全要集中 专注于祷告 祷告的时候就专心 那问题不只是 专注于祷告本身 我们的心思 还要尽量提升 超越祷告本身 什么意思 不要太功利了 祷告只是注意到 我要借着祷告 求我所要得到的 那个东西 所以所有的心思 都倾注在 如何跟神 这个讲 好好的说服神 然后获得我要 应答的那个部分 这是祷告 一般性的 但是心思 比起我 为了功利性的 获得神的应答 当然这个很重要 应答很重要 这是基本的 但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思要提升 比起祷告本身 获得神 应答本身的 更要超越 这个我之前 在别的地方讲到 在我们教会讲到 我也谈到了 在传统 我们的观念当中 认为祷告 就是获得应答 本身就是 最高级的目的 再加上一些 灵恩派 弟兄姐妹的 这个思想 灵恩里面 附带的这种 成功神学里面的影响 特别是赵荣基 不管你读没读过 他的四度空间 他的祷告里面 说孕育等等 我就不讲太多了 那他就说 祷告就像 母鸡扶小鸡 你要祷告当中 要具体 要勾勒 不只是草图 要具体的 要加上色彩 用现在的话 不只是这个素描 不仅要水彩 不要写实 甚至你拍成这种 4K 8K的 这种带声带色的 这种视频 越具体越生动就好 上帝不喜欢你 隆隆隆隆地祷告 当然他这个理论是基于他个人特殊的经历 这个大家听过的就听过了 没听过我也想讲了 想讲浪费时间了 第二 那个时期所流行的成功神学 在欧美已经流行了 所以这种加上肤浅的圣经的神学的理解 和自己特殊的经历 然后再加上这种成功神学的这种精神 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他四度空间这本书 个别性的经历变成普遍的原理 作为基督教信仰 祷告的最高境界 然后就是以祷告应答为最终目的的这种祷告 就败坏了圣经里面真正讲到的祷告 我之前讲过 科西玛尼远祷告是祷告最高的境界 那不仅要专注于祷告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层面的 不要只是在乎得到应答 比起祷告应答 更重要的是你在祷告当中 你的心思有没有提升 超越你关注的祷告应答本身 有些很多祷告看似很属灵 实际是很幼稚圆水平的 或者是属肉体的 并不是真正纯粹基督教精神 因为如果你只是完全只是关注于祷告应答的话 我待会结束的时候 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连异教徒都瞧不起这种信仰 所以一定要提升你的心思意念 那这节课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就是刚才我们说要超越自己的心思意念 不只是关注祷告 要提升它 你的心思 你要带着怎样的心思 怎样的意念来到神的面前和祷交通 如果你只是注重祷告本身 你也不在乎你的心思到底里面 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原理 什么样的目的 什么样的动机去祷告 去求 即便你得到了那个应答 也不证明你属灵 我们传统教会里面 常常以祷告应答 作为评判一个人属不属灵 祷告应答绝对不只是信心的因素 还有更多的是神的信息和神怜悯的因素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祷告错了 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去怜悯我们 应答我们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有经验的知道我说什么 所以那个本身不一定我属灵 我虽然祷告的很属肉体 很自我中心的 但是上帝应答了 那你能说那个是我信心好 我属灵 所以上帝应答我 其实上帝对很多错误的祷告 在圣经里面也有应答的这样的情况 出于他超越的智慧 怜悯等等去应答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要只是专注于祷告本身 祷告是专心很重要 比那种散漫的心 这个有嘴无心 嘴在那嘟嘟嘟说很多话 然后心却散漫有理 然后乱糟糟的 根本没有办法集中于神 这个要强 但是只是专注于祷告的心思不够 还要提升超越祷告本身 后面讲的时候 可能会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进一步的解释说 那我们说 说的这种 要摆脱那种 那种搅扰 那种肉体的思想和心思意念的搅扰 不是指什么 而是指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说 首先第一点不是 意味着我坚持 心思必须摆脱一切 甚至觉得 感觉不出任何焦虑的 忧虑的私要 什么意思 不意味着 加尔文牧师鼓励我们要 竭力地摆脱肉体的这种思念 肉体的关心和思想 但是不意味着他固执地去坚持 心思必须要摆脱这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往往很多的忧虑 也可以点起我们里面 祷告的热情 因为忧虑 所以我们带着这种忧虑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呼求 这样的情况也很多 虽然这种忧虑可能是 属乎肉体的 或者关于地上 很多圣洁神的仆人们 在痛苦的深渊和死亡的爪牙下 向主诉苦 倾诉 清心土意的时候 显露出极大的痛苦 但他们也不说那种焦虑的话 虽然他们清心土意 但是却不说那种忧虑的话 也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忧虑 都是产生负面的效果 所以加尔文的意思不是说 要撇出所有一切这种忧虑 彻底地没有这种任何被忧虑 搅扰或者私要的这种感觉 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我们必须排除一切外来的关切 以免我们的心思飘摇不定 我们心思就不在思念地上的事 而是执着于 不在思念天上的事 而是执着于地上的事 什么意思 有些忧虑 虽然忧虑是可能带有 属世的肉体的 但是它却激发我们寻求神的热心 热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有一些关怀的外在的 有一些使我们心思意念飘浮不定 来到神的面前也静不下来 祷告不出来 知道要祷告 没法祷告 心思绪乱乱的 平静不下来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礼拜前要提前半个小时 这不是律法主义 只是按你的生理 按人的人性来说 一个人准备向别人求婚的时候 准备给人庆生的时候 哪有不提前准备的 精心预备的 音乐灯光 什么场所 设计安排 就草草寥寥的 就寄星的做这种事情呢 一般情况都是 表示他重视和尊重 对不对 礼拜神也一样 为什么上帝在旧约当中 教导以色列百姓 礼拜之前要什么提前 甚至祭司什么不准同房 然后注意这个洗节洗浊 然后系衣服 安装着严格的去穿着 准备礼拜的时候 按着神的要求去行洁净的礼 先为自己献祭如何 每一个程序都 这种过程本身就是 在遵从神 敬畏神 朝见圣洁的神面前 要按着神所指定的秩序 去预备自己 然后去朝见神 否则那种礼拜就是亵渎 不蒙神愿 甚至死在那里 献祭礼拜的现场 所以今天我们 要预备 为什么 连祷告本身 我们有的时候祷告都 祷告不进去 思绪就乱 然后因为我们平时 所有的心思都 倾注于肉体的事 地上的事 当然这个包括 那种贪婪 思欲的不好的事情 和一般性 我们的义务 我们的本性里面 告诉我们 常常处理这个事物的时候 我们心思绪就没有办法进 所有的心 倾注就在那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财宝就在那里 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心绪都投资在那里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办法 马上迅速地 进入到余生江头 拦住我们 心凉凉的 硬硬的 知道 我是基督徒 要祷告 但是坐下来 祷告不出来 不知道从哪祷告 心就凉 然后渐渐地就远离教会 反正来了也没有用 来了没有用 他怨别人 什么教会没有爱心 讲道没有恩典 他不知道他自己戴着一个 花岗岩的石头 戴着一个 这个三房的 这个防盗门的耳朵 没有办法领受恩典 那个就像路旁的心一样 土已经被踩得刚硬刚硬的 种子掉不进去 就像充满了肤浅的激情的 那个沙徒弟一样 好像很火热 实际上根本没有根 来点事就倒了 就像那个经济杂草 里面思绪太多了 思欲太多了 忧虑太多了 倒进去了 好像长了 但是最终结不出果子 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人的状态就是那样 软弱 因此上帝让我们礼拜的时候 提前预备 祷告也一样 要不预备好这样的心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 真正的与世相交 如果我们不来 提前来 平息一下气息 该打 简单的打声招呼 该准备事奉就准备 要一定坐下来 敬心祷告 预备自己礼拜神 这样的时候 我们赞美的时候 才能更好地去赞美 然后这样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时候 才能更好地听到 我盼望 我讲完罗马书以后 重新一个系列 就是如何礼拜 包括如何听到等等 这个现在基督徒 可能因为教会里面 不讲这些东西 我们连怎么礼拜都不知道 所以以至于我们 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 在这里面他说 不是要排除所有的忧虑 但是要排除那些 外来的关怀 也许关心外面的事情 思绪不定 然后以至于我们 天天沉浸于地上的事 以至于我们思念 根本不关心 不思想 不默念 天上的事 压根都不关心 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从来不关心 天上的事 属天的事 神的国的事 将来的是 我所有的注意力 就今世的价值 今世的成就 今世的幸福 哥罗西里面说 说里面保罗说 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意思就是不要 不是说不思念 谁能不思念的 那个不思念是 默想专注于 沉浸于 我们的心思 完全被地上的事 所混住 所吸引住 以至于我们 对天生的事情 根本打不起精神来 打不起兴趣来 不关心 竟然有这事 不知道 根本压根不关心 这样的话 实际上 我们说是基督徒 实际上 根本不具有 实际 实质性的意义 跟圣经里面描述的 那种 真正基督徒的光景 是相去甚远 当然我们也有软弱 但是这里面说 必须排除那些 让我们的心思 完全专注在 属地 肉体上的 这种外在的事物上 以至于心思 漂浮不定 没有办法 进入祷告 情境神的 这种拦阻 这种思念 当我说 加尔文牧师说 心思必须超越 其本身的时候 解释前面 为什么说 不要专注于祷告 要超越 祷告本身 说我们的心思 必须超越 其 是指祷告本身 意思是说 不要把我们 盲目愚昧的理性 我们注意 我们思想 我们的理性 加尔文牧师 大家要如果留意 宗教改革时期 甚至教父时期 甚至圣经 这种传统 是符合旧约先知 包括新约使徒 主耶稣也一样 改革家也一样 他们的话 往往有的时候 很犀利 但是今天教会 人都心特别脆弱 这种稍微犀利一点的话 他们都受不了 就觉得牧师 怎么说脏话 牧师怎么说话 这么狠 其实你仔细读圣经 圣经里面 那种犀利的话很多 为什么 这种罪恶 他们都用这种犀利的 非常有分量的 不是柔柔的 不痛不痒的话 形容这种理性的 说盲目的 盲目的 其实很犀利 很犀利的 这种人 带着盲目的头脑 理性 常常妄想 把这种自己妄想的事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觉得 哇 多敬虔 祷告啊 但是这个人 实际上用自己盲目 为什么盲目 根本没有真理的基础 愚昧 为什么 没有真智慧 盲目什么 就是自己 随心所欲 想起来的 对不对 妄想的事 带到神的面前 不要把这种事情 带到神的面前 我前面说 只是注重我求神 当然专注于 祷告很重要 但是 加尔文牧师 进一步说 不要只是 听着在专注 祷告的事 你要留意 你的心思 在想什么 提升你的心思 不要带着那种 盲目愚蠢的心思 求那些 你妄想的事情 带到神的面前 也不要使你的心思 局限在 那自身的虚妄之内 我们的心思 本身就有问题 为什么 我们的心思常常 虚妄的 只是局限在 我 注意哈 这里面 应该补抽上 那个 狭小的虚妄之内 或者说 狭小的那个标准 后面也会提到 心思只是 局限在 我的那个 虚妄的里面 加尔文牧师 对人 非常有 这个 洞察力 我们虽然 很多的时候 做祷告 但是很多的时候 带着盲目 和愚昧的理性 妄想 求的都是妄想的 心思 只是局限在 自己 那个虚妄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是多么犀利 我就是够犀利的了 我发现 加尔文牧师 说话更狠 不过你仔细品 他说的在理 这些思想 真的就是虚妄的 这些 妄想的事 真的是出于 那些盲目 愚昧的理性 这个一点都不过分 只不过说的 人太直白了 现在人太虚伪了 不愿听真话 所以我 前两天 我朋友圈里面说到 不要装出一副 好像很可慕真理 追求真实的样子 很多真相 你面对不了 当把真相 跟你说出了 你自己都无法接受 因为人 就是偏向于虚妄 总是追求那种 手琵琶 半遮面那种 中国人就喜欢 那种隐晦的 左右都不是那种 暧昧的 模糊的 隐晦的 诗一样的 那样的情节 不喜欢 是就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那种太直白的人们 都是承受不了 所以好像 可慕真相的样子 真相告诉你 你自己都不愿接受 好像可慕真理的 真正讲给你真理的时候 你也受不了 真的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都是出于这种 盲目愚昧的理性 自己妄想 然后把这个东西 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都局限在我们自己 那种虚妄的里面 而不是要把我们的心思 局限在这里 而是要提升 使他能够与神相配 的清洁 清心的人有福了 这个清心 不只是表面上 我们所说的那个 心干净 当然也有这个层面 清心更强调清洁的心 没有杂念 专一 不心欢二意 雅各书里面 马太福音五章里面的 清心的人有福了 和雅各书一章里面的 所说的 纯一清洁的心 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 失去 恐怕你们失去 纯一清洁的心 像基督 形容爱的话 亚当被 夏娃被诱惑吗 本来是专爱神的 但是他被诱惑去听了 撒旦的 这种心怀二意 没有办法专心 跟从神的意念 结果被诱惑 偏向邪 失去了这个 专一的心 雅各书里面说到 心怀二意 不能从神那得到什么 所以清洁的心 专一的心 为什么我们看到 在教会历史当中 甚至在教会当中 有些人傻傻的 好像 别人都看 这个人傻傻的 就瞧不起他 觉得他弱智 或怎么样 其实不是弱智 他就信耶稣 信的就像傻傻的 他专一爱神 他没有二心 就一股馅的去信 当然有的时候 这样容易落入极端 但是这种人 那种纯一的心 是谋神悦纳的 聪明人反而 这个方案很多 留的这个后门也多 给自己 这个奉献的 有时候 石头羊里面 挑的那个 有瑕疵的 这都是聪明人干的 那种纯一的人 爱神的人 他们就把最好的 献给神 那些聪明人 总是跟上帝 这个打算盘 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一定是自己的利益优先 这就是今天基督教 为什么这么软弱 很多基督徒 这么软弱 好像信耶稣 但是你发现 他们人生当中 决定关键事情的事情上 总是自己的利益 最优先 不是上帝的旨意 可悲 今天的教会非常软弱 那种傻傻的 不计代价去 侍奉神的人 越来越少 缺乏的就是这种 纯一清洁的心 里面掺杂了太多的 自己的私欲 应该调整 以至于使我们 配与神相交的 那种清洁的心 清新的人 又否则必得见神 就是这个概念 你发现 加尔文牧师 所写的书 从来不是出于 他哲学的思考 推论出来的 编造出来的 都是基于圣经的理论 很多的话 表述里面 你仔细品 都有圣经根据的 学院他受了 这个什么 巴黎大学的 当时的这些 他读了好几个大学 法学 什么哲学 文学 包括那古典的教育 都接受了 他当然懂哲学 对不对 当然懂逻辑 又是学法学的 法学那种思考的严谨 那种雄辩等等 当然厉害了 但是 他还是受圣经的约束 不只是受 受究的教义 包括阐述问题的时候 也尽可能的 按照圣经的 这样的表述方法 去阐述 所以当我们除去 这些拦阻的时候 才能够 清新神 所以他说的 心思必须超越 祷告本身 不要只是专注 要要要 得得得 硬答硬答硬答 而这个祷告本身里面 充满了我们 盲目愚蠢的理性 所幻想的一些东西 我们心思 已经被自己 虚妄的所局限 所以加尔牧师说 比起祷告 得到什么 更重要 你要留意 你以怎样的心态 来到神的面前 提升你自己的心思 更新你的心意 让你的心意 能够与 与神相交的 这个清洁 相称 那在这里面 他提醒我们 要特别注意的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每个自称 祷告的人 这个是我重新翻译了 都当将他 一切的思想和情感 专向那里 专注于那里 不是要 像往常一样 我们平时一样 因着思绪 乱想而分析 平时我们的思绪 就是分散的 因专注于祷告 但是不要像平常一样 我们的思绪乱乱的 以至于分析 因为这种 对神没有丝毫敬畏的 这种肤浅 轻浮 是违背了对神 应有之敬拜的 最佳证据 当我们带着那种 散漫的散乱的 这种不敬虔的 浑涌向外的 那种乱糟糟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草草寥寥地 祷告的时候 其实就表明 我们对神 没有丝毫的敬畏 我们是轻浮的 违背了对神 应该有的敬拜 刚才我们谈到了 旧约里面 那种所有的礼拜的 复杂的顺序 预备 包括他们对安息日 我们用现在的话 主日的礼拜的预备 周日礼拜嘛 主日礼拜嘛 安息日礼拜嘛 周六的时候叫预备 提前 歇功 休息 准备饭食 然后准备一切 预备好了 然后主日的时候 安息日的时候 去礼拜啊 所以今天 你说我 哎呀 一周好不容易休息 周六晚上好好休息 我熬夜 结果第二天 礼拜一天起不来 结果你说礼拜总迟到 其实就是 我们习惯要改一下 牧师也有那种心理 但是牧师的心理 跟大家不一样 大家是哎呀 周末了 休息了 牧师是哎呀 周末了 第二天要讲到 紧张 甚至我这个准备奖章 可能准备凌晨到三点半 那样的情况也有 哎 看不行了 不休息的话 可能影响明天 讲到 强迫自己休息 这样的情况 但是牧师比大家好在哪 这个超常人的这种体力啊 精力 三点半休息 睡一个小时 我照样五点半 睡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五点来中起来 照样可以来 但是一般大家是年轻人嘛 所以礼拜六晚上 一定要早早休息 免得主日的时候起来晚 然后有的人路远 来了总迟到 那这样礼拜不就不蒙神喜悦吗 对不对 当然大家不知道 因为我没讲 这是我的责任 以后我尽可能全面地教导大家 如何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礼拜啊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 心思一略环 我们平时都是心思散嘛 带着这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话 就是一种轻浮 是对于这种神的那种敬拜的一种违背啊 违背了对神敬拜的应该有的这种姿态啊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加入牧师提醒我们应该注意 我们自称祷告 但是千万要留意 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专注在祷告上 千万不要像平时那样散漫 一般生活当中散漫一样 所以讲到第一个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在这里就思想 加入牧师也提醒我们应该思想 当神接纳我们与他亲密交通的时候 他接纳我们 愿意与我们与他亲密交通啊 我们如果这个混淆 亵渎与神圣之事 而妄用主的这个屈尊福救 不约束我们的心思 而践踏对神的敬畏 这是何等无礼和不合意 什么意思 神乐意 悦纳我们 乐意接纳我们 我们与他这种交通啊 他邀请我们嘛 所以教导我们祷告嘛 教导我们礼拜 他渴望 他愿意接纳我们的礼拜 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这种混淆了 亵渎 这个亵渎 和神圣之事 然后把两个混嘛 就不纯洁嘛 不专一嘛 世俗的思想 和这个神圣之事混淆在一起 然后 忘用主 驱救我们 什么叫驱救 他愿意听我们祷告 愿意在祷告当中 与我们亲近 这本身就是上帝的驱救 迁救我们 所谓的迁救 神学上的概念 上帝与人立约 上帝约纳我们礼拜 上帝听我们祷告 这就是上帝迁救我们 服救 按着我们被遭物的水准来 接纳我们 云渎相交 结果我们就 忘用他的驱救 然后不约束我们的心思意念 而践踏对神的敬畏 本来应该对神敬畏的 但是我们不约束自己的心思念 带着那种浮躁的 那种不洁的 那种散漫的 轻浮的 态度来礼拜的时候 就是践踏对神的这种敬畏和敬拜 这是非常无理的 是不合意的 就好像 在祷告中 我们正在与一个 像我们一样的人 交谈一样 忘了他是至高的上帝 是应该值得尊敬的那一位 我们却轻浮地 把他当作平常的朋友一样 随便地在他面前放肆 失去了这种 应该有的谨慎 尊重和敬畏 然后就让我们的思绪来回奔跑 能理解加尔文牧师在讲什么吗 我们祷告的时候 应该带着 尊重谨慎敬畏的态度 不仅是要专注 防止那些世俗的思绪来回跑 带着尊重的态度 要整理自己的思绪 预备好自己的思绪 郑重地去面对每一次的祷告 然后这样才不至于亵渎神 忘用这个祷告的特权 藐视他 无理或者不合一 虽然我们说 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 但是父亲 他又是我们的主嘛 父亲我们应该对他 应当有的尊重嘛 你们称我为你们的父 尊重我的人在哪里 你们称我为主 敬畏我的人在哪里 奴隶对主人 永远是恐惧战争的敬畏 但是儿子对父亲 即便是拥尽父亲的怀抱 但是他仍然对父亲保持着尊敬 不会放肆 像我们传统的 以前中国也好 犹太也好 亚洲的文化都那样 其实美国一样 虽然美国也强调 父亲和儿子之间人格的交通 但是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尊重 父亲是父亲 儿子是儿子那种现实没有被破坏的 虽然不是说儒家的那种等级的那种概念 但是那种儿子尊敬父亲那种心是不被抹杀的 我们被扭曲的文化的概念觉得 他是我父亲 所以随便拍拍他脑袋 不分大小 不尊老 然后就是随便称呼他 叫他名字 现在是已经伦理失踪了 但是圣经那个时代 不是这样的 所以儿子对父亲的尊敬 应该具有的这样的适当的距离 亲但是不放肆 我们能一说 他是我父亲 所以我就可以随便拿着我们堕落文化现象当中 儿子跟父亲撒破 强求父亲在地上乱打滚 无理地取闹着这样的形象 去影射我们和神的关系 那个就破坏了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儿子和父亲的关系 从来没有那种放肆 歸歸居居的敬畏 但是是亲密的 切实尊重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只有那些被神的威严感动 或者是影响 因为知道他的威严 他的威容 所以祷告的时候就除去一切属地的关切和意念 一切属地的属肉体的关切和意念的人 才能够合意 才适合意预备好自己向神祷告的人 理解了吧 这个一直在论述这个过程 如何让我们除去这些肉体的思绪 影响我们 使我们带着一个专注 清洁的心 敬畏的心 来向神祷告 这里面他举了一个论证 就是举了 为什么旧约里面教导我们举手祷告呢 十篇二十五篇一节 乃是提醒我们 思想要向上升 保则与神就相聚盛言 举手祷告望天 其实上帝到底在哪 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这个天文学常识来知道 地球是球形 那个我们的脚 都是踩在地球这个球面上 所以我们地球上的人都是放射性的 是吧 都举着向天 到底上帝在哪里 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不是说 我有个朋友的父亲 他就特别热心 然后有的时候他解经就常常乱解 根据以赛亚书的某几经文说 住在这个地 这个什么东方的这个极处 被斗七星 他就推算 按这个北斗七星两个星的那个 那个线向那个方向 在那个方向的极点 就完全误解了 上帝真的住在那个方向吗 不一定对不对 上帝的国 上帝的宝座 现在所存在的 一方面上帝充满万有 另一方面上帝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那个至圣的所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举手望天的时候 表明我们的心思 所有的都朝向神 这种动作 这种姿势 表明了我们的心 都专注在神的面前 至于神在哪个方向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心却专注在 所以这种姿势表明 内心的向往 成上的祷告 和和本是什么呢 那在这里面 他用了吕正宗的一本 《王下十九章四节》 成上 这种动作 希望祷告 蒙声吹听的人 乃是伏伏在泥沼当中 我是卑微无用的 我将我的祷告 成名在你面前 成上 这种姿态 表明了祷告的一种姿态 不只是姿势 姿态 那核心的要指是什么呢 上帝越是以后恩待我们 屈尊邀请我们 注意我标出来了 他后恩待 恩待我们 所以他去救 扶救我们 迁救我们 邀请我们去 将一切的重担 谢给他 如果这极好的 无以伦比的福分 在我们心中 还比不上其他事物 其他事物就是地上的 肉体的那些 还不能赢得我们的意念 如果他提出的这些祝福 还不能赢得我们的意念 使我们的心关注于那些 使祷告拥有我们 全部的思想和情感 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心思 都集中在 祷告 我们就越无可推诿了 除非我们 竭力抵挡 一切的障碍 使我们的心思被提升 否则我们就无法达到这一点 无法达到真的 清洁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 呵护他心意的 与他相会的 相交的这个 祷告 所以你发现 加尔文的这个 祷告神学很深的 平平凡凡的一句话 你仔细去分析的时候 上帝 给予他的恩典 去救我们 然后邀请 应许 对不对 中担等等 然后我们的这个方面呢 借着他的邀请 信心等等 卸去中担 那背后的这首意念呢 是不是真的被他的恩所吸引 我们的情感和思想 思想是认识的 情感是心 倾向的 不只是知道 按着真知识祷告 心中所切勿的也一样 所以要竭力 除去那些 阻打我们的障碍 那些其他的事物 使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心里 所切勿的 我们所思考的 要被提升 不要只是专注于 所求的那个本身 要提升你的思想 否则我们就达不到 那种真正意义上的 与神相交 然后他提醒我们 要特别注意的 第二个事件就是 我们的祈求 不能超过 越过神的许可 前面焦点是处理 要除去那些负面 消极的东西 这是正面的 积极的 我们所求的 不能越过神的许可 因为他吩咐人 向他倾心祷告 并未让人 任意放纵自己的 愚昧 堕落的意念 我们的意念 注意这个吩咐 我故意吩咐我们 去向他祷告 命令 要求我们祷告 但是 虽然让我们祷告 但是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放纵自己的 这个堕落 愚昧的思念 随便在神的面前 献上自己 妄想的一些东西 前面已经提到了 那他应许我们 他不只是 吩咐我们 还应许我们 成全信徒的愿望 应许我们 祈求就走着 寻找就行 寻见 寇门就给你开门 但是他的宽容 他的这个恩慈 他的宽容 并没有就 屈从我们的任性 随着我们自己 堕落的本性 随心所欲的 既然上帝说 你求吗 求救必得着 好了 那也不管我什么 出于我欲望 堕落的本性里面 所有的欲望里面的 所愿望的 所有的欲望 都在神的面前 祷告吗 不意味着这样 你发现他就开始 把所有关于 祷告的内容 神命令的 神应许的 神迁就的 和这个 看似很广的 这样的应许 和另一方面 警戒我们如何 祷告这样的信息 所有圣经里面 关于祷告的 那个整个祷告的 画面 他就勾勒出来了 当我们强调这个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 我们忽略这方面 上帝的教导 你可以用均衡 我更喜欢是整全 全面的教导 关于祷告的 全面的教导 不是均衡 只是两个 正负的这个概念 是全面的 更整全的 全面的看待 圣经关于 祷告的教导 然而这两件事 到处被人严重 违反 什么意思 提醒的 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 不要充满了 这种愚昧的 这种 堕落的 欲念去祷告 带着我们 这个虚妄的妄想 去祷告 也不要 越过神的旨意 神的应许 许可 祷告 但这两方面 到处 被触犯 严重的 违反 这种错误的 祷告的现象 很普遍的意思 因为许多人 不但不谦逊 那种姿态 来到神的面前 无敬畏 或者恭敬 放肆地 来到神的面前 求告 他们无聊的事情 还厚颜无耻地 将他们的梦想 前面说的幻想 虚妄的幻想 带到神的审判台前 他们是如此愚蠢 竟然把他们的 耻 耻于告诉别人的邪恶的欲望 大胆地强加给神 注意哈 加尔文牧师的措辞 非常犀利 比我讲得更犀利 不谦逊 无恭敬 放肆 这个你看 说到他们 祷告实际上是放肆 来到神的面前 把那些无聊的事情 厚颜无耻的梦想 带到神的面前 去强加给神 求神给他 丢给神 如此愚蠢的行为 竟然在人的面前 都耻于开口的 竟然无耻地 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给他应答 这种邪恶的欲望 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 竟然强加给神 所以丁尤姊妹 看似在祷告 实际上是在犯罪 加尔文不是在打击我们 不要急急祷告 他是在提醒那些热心 想祷告的人 如何正确地祷告 献上合神心意地祷告 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思和意念 以至于适合我们来到 进入到那个真正意义上的 与神的交通交流 所以他提到了这种事情 连那些异教的作家们 也都嘲笑 甚至他们都表明 对这些放肆的贤物 憎恶 异教的作家们 那些异教的作家们 尚且憎恶 基督徒们 还做这样的事情 就反映基督徒的水平 很低 他们的行为和做法 很愚蠢 很亵渎 连异教徒都觉得 这样的事情是过分的 是邪恶的 是可憎的 但是这些基督徒 还以为很虔诚的 做着这么羞耻的事情 他们竟然不知道 就反正这种行为 是何等的愚蠢 无知和邪恶 所以基督徒 一定要认识真理 不认识真理 独陷在自义里面 以为自己很虔诚 现在就讲了 异教徒都憎恶 这样的事情 古时候 加尔牧师就罗列了 另一个论证 就古时候 他们拜的那些神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 丘比特 我就不一一讲了 因为我也想给大家讲 为什么他们说 有野心的人去拜丘比特 我不讲了内容 自己可以搜 什么百度 也好 更好的什么 危机 百科 等等 可以参考 为什么 你就发现这种神 他有他的特性 他们为什么拜 他有他的 这种神明的形成 然后包括他的特性 为什么拜呢 有野心的是拜丘比特 丘比特 我简单地解释 他设 让你爱上谁 就爱上谁 操纵 有野心的拜丘比特 贪财的是 莫丘利 然后那些有才能的 文人和学士 拜 阿波罗和 米纳瓦 好战的是 马尔斯 好色的就 维纳斯 总之呢 你发现 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操纵 这是所有 拜偶像的 本质 操纵 为了自己的野心 和私欲 去拜某个特定的神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 回想一下 前面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 加尔文 如此 用犀利的话 去形容那些 亵渎神的 所谓的祷告 不要只是专注于你求 因为你这种做法 并不是真 金钱 这些野心家 这些贪财的人 这些好战的 好色的人 做着跟你一样的事 因为他们都 按照他们自己 堕落 愚蠢的思念 妄想的那种幻想 臣民给他们的神明 让他们的神明 给他成就 基督徒的祷告 难道跟这种现象 这种做法 本质无二的话 你就不能说 你那是祷告 虔诚 重点不是你 以多大的能量 去专注于 获得神 祷告的应答 所以加尔文说 要提升你的思想 心意 你里面的意念 要被更新 提升 以至于达到清洁 而那个清洁 是指什么呢 那个意念 是指什么呢 就是使徒约翰 所讲的 你们祷告很重要 但是祷告 一定要照着 他的旨意求 他就听你们 这是我们向他 存着坦然无惧的心 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让我们放肆 耍赖皮 将你那些 污秽的贪心的 邪恶的意念 去倾吐给神 增加神的负担 以色列书里面 上帝说 我巴不得你们 把殿门关上 你们的祭物 你们的献祭 使我感到有负担 因你们的罪恶 使我负重 为什么 他们犯罪 又献赎罪祭 犯罪 又守 这个安息日 又守 守那些严肃日 严肃会 一方面不断地去犯罪 充满了贪婪 各种什么买地等等 这是一个形象的笔 当时是现实的问题 那今天对我们可能是远 因为我们没有钱买房子 但是类似的性质 不断地去贪婪 去赚取 争夺 积攒 积攒 地上的财富 用不法的手段 充满了各样的私欲 然后 污秽 杀人 然后又以一副敬虔的样子 来献祭 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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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日 上帝这样责备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悔改吧 过一个清洁的生活来礼拜吧 不要一方面活在罪里 一方面来敬拜神 像撒玛利亚人 一方面拒 拜偶像 一方面敬畏 惧怕耶和华 一方面拜偶像 一方面 侍奉神 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贝鲁巴伦之前 始终控制他们 无法摆脱的罪 所以祷告重点 不是要求什么 带着多大的能量去求 多么迫切地求 是否紧实地求 重要的 祷告的真正 是不是祷告 确定是你的心思 意念 是不是在求神的旨意 第一种人是散漫 对神亵渎 祷告都不专心 飘飘复复的 没办法专心祷告 为什么 思虑太多 欲望太多 太散漫 带着散漫的态度 侮辱神 羞辱神 第二种人 虽然专注于神 加尔文对比第一种人 让他们专注 所以专注 但是紧接着他说 不要只是专注于 祷告本身 因为异教徒也会这样 真正虔诚 寻求神 亲近神的人 比起祷告本身 他更留意 他的意念 是不是在神的面前 清洁 那个清洁就是如何 是不是真在寻求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坦然无惧地来祷告 这是神 合乎神心意的祷告 神必要听你们 我之前也说 只要你们心思 意念更新 不效法 不追随 这个世代的价值观的话 你就能够察言 合为神 善良存全 是可喜悦的旨意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思 已经更生一致了 按着神 照着神的旨意 更新了自己的想法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优先次序 都改了 这种人 他发自这种 被更新的 心意的意念里面 所有的祷告 都是按着神的旨意 祷告 蒙生喜悦的 虽然这个纯净度 不至于所有的人 都达到这样 但是那种 被神的旨意 所渗透 所更新的意念 所发出的祷告 基本都是 合乎神心意的 以更新的意念 发出的祷告 他知道求什么 神的心意什么 他所求的都是 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都是以神的国 神的义 为最高价值 去求的 他就不可能 违背他知道的 良心所知道的 那个真理 去求 求的话 自己也没有 确信 为什么 违背自己 所知道的真理 的知识 他求也没有底 因为他知道 这个不符合神的旨意 所以我曾经 跟大家讲了 恢复祷告系列里面 其中讲到了 科西马尼恩祷告 非常重要 很多基督徒 信了十年 二十年 都不懂得道理 祷告不是 获得应答 为高级基督徒 那可能背后 是神的怜悯 跟你信心和 祷告的对 没关系 和你灵性 更没关系 因为上帝 应答你 祷告 根本就不是 根据你的灵性 是根据他自己的 怜悯和信实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错的 祷告 神也怜悯我们 应答我们的情况 也很多 所以真正标准的 祷告是 耶稣基督 祷告 虽然有我们的意念 但不要照 我的意思 要照 你的意思 这种舍己 顺从神旨意 在祷告当中 寻求神的旨意 顺从神旨意 才是祷告的 最高峰 最属灵的 的祷告 那些 凭着自己的 私欲和野心 欢喜快乐 得到祷告 应答的人 不要偏心 也不要做见证 丢人 那个不是见证 那是一个 属肉体的人 拜偶像的人 也会做到的 也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真正 做见证的 就是那些 真正被私家 顺从主 顺从的见证 被神纠正 改变的见证 悔改的见证 才是真正的见证 那些炫耀 自己在神的面前 凭着自己欲望 私欲 耍无赖 应得到 这种根本不考虑 神的旨意 应得到 应答的人 那样的见证 并不是理想的见证 可能是上帝 为了哄这个小孩子 兼顾他的信心 给他个糖块而已 让他尝尝主恩的滋味 知道神爱他 眷顾他 而不是让他觉得 你看我祷告得到应答了 那个关键在于 神的怜悯和爱 让你经历到他的真实 真正成熟的孩子 这是考虑父亲在想什么 什么是父亲的心意 不要照我的意思 哪要照你的意思 这是今天这个祷告 第一课里面的焦点 就是这节经文 但是因为我们 禀父 我们的禀性 远远不能达到 这样高的标准 所以我们必须 寻求一些助力 帮助 我们的心思的眼睛 应该集中于神 我们心里的意念 同样也应该如此 但是我们的心思与意念 在这一点上均远远不够 怎么办 不用说我们常常软弱失败 背道而驰的那种心思 怎么办 达不到 凭自己达不到 怎么办 为了帮助我们的软弱 上帝赐个我们圣灵 做我们祷告的导师 一方面 他要指示我们何为对 教导我们 什么是应该祷告的 另一方面 约束我们的意念 避免我们 随着自己的散乱 散漫 私欲的意念 或情欲 去求一些不当求的事情 第一方面 他教导我何为真理 对和错 让我知道是对的 第二方面 约束我们 里面有救人和私欲 约束我们 不至于放纵自己的私欲 让我们体贴圣灵 顺从圣灵 不至于顺从肉体和情欲 然后去祷告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注意上这个翻译 很容易让我们误解 在这里面 加尔文说到的 不是说圣灵真的在祷告或叹息 好像我们不需要祷告 圣灵替我们祷告了 而是 他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的叹息 让我们叹息 盼望和确信 这都是我们原有的能力 所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 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即便是再擅长的祷告的圣徒 有的时候也茫然 不知道该怎么样为自己祷告 有这样的时候 所以圣灵帮助我们 激动我们 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在神的面前叹息 盼望 确信 带着盼望和确信 去向神祷告 这个按照我们的本能 自己天然能力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也超过我们认知的 有时候祷告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对于我们的 处的状况都不了解 即便是了解了状况 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 更准确的为这种状况祷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圣灵 时时刻刻对我们 祷告的教导和引导 真正操练祷告的人 都知道那些盲目的焦虑 是如此严重的束缚 搅扰我们 以至于我们几乎 不知道当说什么 事实上在 试图开口的时候 我们却止住而犹豫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 圣灵的帮助 那因此呢 就我们的本性来说 能够正确祷告 完全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是一种特殊的恩赐 A special gift 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和圣灵的作为 圣灵引导我们 什么是正确的 圣灵约束我们的心 不至于偏向邪恶和私欲 教导我们能够 祷告在神的心意里 让我明白祂的旨意 求祂的给我们爱慕的心 愿意降服 放下自己 所以祷告中很多的舍己 放下自己的恨 贪心 私欲 去求神的旨意 这个本身就是成圣的过程 本身就是舍己的过程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说 为什么很多人祷告越祷告越贪婪 越不属灵 越骄傲 为什么 那种祷告就是跟拜偶像的一样祷告 根本没有十字架 根本没有舍己 根本没有寻求神的质疑 根本没有放下自己 自我否认的过程 所以祷告的过程不是那种自我否认和 更新改变的过程 而是不断地贪 给呀给呀 那个过程 所以这种祷告不能让人成长 真正的祷告是 在圣灵引导下 不断地否认自己 否定自己的私欲 然后更新自己 让不断地舍己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说一开始 你不必要太拘谨 张口祷告就好了 但真正敬畏神的人 祷告祷告觉得不对 为什么 圣灵会提醒你 这种祷告是错的 比起你由于我该怎么祷告 开口祷告很重要 但是开口了以后 要寻求圣灵的引导 圣灵会教导我们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那种 错误 自己都觉得害臊的 那种太贪心的 错误的祷告 我就放弃了 改变方向 主啊 虽然我愿意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职业 但是如果知道了 我更愿意求你给我的 是吧 哪怕不符合我的意思 符合你的意思 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最适合我的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才干和能力 应该做什么 在哪里 成就什么 你引导我 做你让我做的 因为你是涉及我的 那位 你给我才能的那位 我的人生都在你手中 而不是求你给我 成就我的梦想 用我的虚妄的 勾勒出来的梦想 而是主啊 成就我 引导我 把你的计划梦想给我 让我追求你的 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 赐我 你所吩咐的 吩咐我 你所命令的 然后赐我 你所吩咐的 这是一个圣徒 伟大的圣徒 在效法耶稣基督 在科西马年里 祷告的 真正属灵的祷告 所以能够这种祷告 是神的恩赐 上帝特别的恩典 凭着我们肉体 纯天然人的本性 是不能做的 不是放纵 但是这种 求圣灵帮助的祷告 不是放纵我们的懒惰 好了 既然 圣灵为我们祷告 那我就把祷告的职责 丢给圣灵了 他去祷告吧 是吧 全面的整全祷告 整全的教导 圣灵帮助我们 不意味着 他代替我们 祷告的职责 他祷告就行了 我不需要祷告了 就像有的人相信神的主权一样 上帝都搞定了 那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神的主权 也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信心 我们有当做的事情 因为上帝设定了 安排了 命令了 吩咐我们要做的 虽然是靠着他要去做 顺从他 依靠他去做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甩锅 全给上帝 让上帝独行其事 创造的时候是独行其事 不需要问候我们 听我们的建议 投个票 但是在上帝护理 特殊护理的历史当中 成就他旨意的事情上 往往上帝给我们应当尽的本分 吩咐我们去做 一种不金钱的说法 有的人说 我们可以被动的等候 直到圣灵夺取我们的思想 去想别的心思 我把一切自己交给圣灵 曾经我在国内服侍的一个教会里面 遇到这样的一些 敬钱的属灵的肢体 虽然当时我就看到了 他们这种操练的错误 受到神秘主义 敬钱主义 包括一些极端灵派的 综合性的思想的影响 然后他们就说 哎呀 倒空自己 我把我的意念交给圣灵 我想起来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我们不就成废物了吗 对不对 被圣灵引导不是那个概念 第一 我再次强调 圣灵有的时候 他第一 一般的情况下 用常识引导我们 一般恩寿 常识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你就做就没错 除非上帝特别干预 让我们改变的时候 常识告诉我们 早晨该起来就起来嘛 该做饭就做饭嘛 那早晨祷告 主啊 我早晨要不要起床 要不要穿衣服 要不要做饭 下雨了 我要不要带伞 然后明明今天要去学校 主啊 我今天要不要去学校 坐哪趟车 坐哪趟车 说常识告诉你 这个点该坐六路就坐六路 该坐八路就八路 四号线就四号线 还用问吗 是吧 正常人都知道的 上你做决定了 上帝不会责备你 因为上帝将什么 种大麦 种圆穗子 种小麦的方法 已经在一般恩宠当中 常识当中教导了农民 农民去照着 常识去种就好了 不需要祷告主啊 今天该撒种了 按照这个农历 应该撒种了 我该不该撒种 不需要寻求特别引导 按照常识做就行了 到了结婚年龄 主要我该不该结婚 不需要问 你的那个里面 没有那种单身的恩赐 要结婚就 该找对象就找对象 当然找对象 是涉及到了神的旨意 要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圣经的指引 智慧和圣经原理的问题 对不对 常识的 第二 就是有些特殊的伦理呢 是要按照圣经的原理 去知道 你对圣经的了解 然后有些圣经里面 暧昧的问题 就是不涉及到 神吩咐和禁止的问题 良心自由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主啊我该怎么办 寻求智慧 对于常识的认识 对圣经 对神属性 神旨意的了解 综合的 虽然是自由地去判断 但是其实也是基于 常识和对神的认识的 自由的判断 出于对神的爱 愿意使用 正确使用自己的自由 而不是放肆地使用自由 所以一些不敬钱的人说 既然圣灵引导 那好吧 我就躺在这儿 我什么也不想 被动地等候圣灵 唤醒我 给我个意念 引着带领我 然后这种寻求 圣灵引导 不是符合圣经的 加尔文 那个时代 已经出现这种人 比如说重启派 还内在之光派 他们就追求 那种所谓的 被圣灵引导 今天也有重复 虽然不是这种思想上 渊源直接追溯到那个时代 但这种现象 日光之下并没有心事 那我们的意思是 当我们萎靡 懈怠 而感到 感觉困倦时 就当呼求圣灵的帮助 不是祷告 放弃祷告的职责 交给圣灵 也不是说 懈怠 被动地等候 让圣灵 给我们什么心思意念 那不是等候神 也不是寻求什么 现在在台湾 在什么华人圈里 所谓的等候神 基本这种 倒空式的 被动的 让圣灵 给你个意念 那种 那种 所谓的等候神 圣经里的等候神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说 当我们感到 萎靡懈怠 感觉空倦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求圣灵 帮助我们 所以 积极 好像很被动 但是非常积极的 我自己不能的时候 圣灵 帮助我 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我完全甩耙子 然后甩锅 躺平 圣灵 抬着我 扒着我的嘴皮 将祷告的思想 或者祷告的那个力气 放在我里面 我说的是主动弃权 让放片 放懒 让圣灵帮助你 不是说你软弱的时候 张不动嘴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寻求神 完全不一样 事实上保罗吩咐我们 要在圣灵里的祷告 祂却又同时不住地劝解我们 隐情 圣灵感动 有效激励我们祷告 这不拦阻我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神喜悦在这件事情上 试验我们 信心能够是否有效地 影响我们的心 上帝喜欢设定 让我们去寻求它 我们的信 因着对神的知识 对神的认识 能不能够激励我们的心 去影响我们的心呢 这种信仰的知识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情感和意志呢 真实的信心 会不会伴随出这种 在祷告上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智呢 倾向的 情感决定的 判断的 上帝喜悦 他不是废掉我们祷告的责任 圣灵帮助我们 好吧 那我们就躺平 抬着我们进天国 全然恩典不是这个概念 全然恩典不是意味着 我们就躺着 完全被神抬着进天国 这是我们基督徒 反对柏拉旧和阿米念之后 产生的一种片面的 对神恩典和主权的 错误的理解 导致成的一种所谓的 这种成圣观 成圣里面 上帝设计了我们当今的本分 明确很多的吩咐 强调恩典的同时 也上帝让我们 什么警醒啊 努力啊 不可懒惰啊 引擎啊 等等这样的教导 OK 那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这样的内容 那我把这节课所有关键的思想总结为一句话 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 就当听 他就听我们啊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 这句话 这节里面我们前面讲了负面的 要排除那种杂乱的 散乱的 不敬畏的 散漫的思想 或者拦住我们 清新专注于祷告的那些 世俗的属肉体的 妄想和欲望 要集中专注祷告 讲到集中祷告的时候 家伦提到 不要只是专注于祷告 求得到什么 本身 要留意你的思想 要提升清洁 以至于适合与神交通 后面就讲到很多 这个适合呢 实际上就是 顺从圣灵的引导 接受圣灵的教导 按着神的旨意去祷告 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思想都调整 合乎神的旨意的时候 这个才适合 一个带着贪心的心 去试图与神相交的话 那顶多是一种拜偶像 我们刚才不讲了 那些渴望权力的人 贪财的人 贪权的人 渴望战争胜利的人 贪色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偶像 连异教徒的哲学家 作家都轻视 看不起这种 方式 基督徒更不应该这样 去亵渎神 去搅扰神 所以虽然我们 祷告不完全 但是我们既然 听到了这样的知识 要决定 调整我们的祷告 改变我们 比起得照什么应答 当然我们是带着 需要忧虑来到神的面前 去求解决 比起祷告本身更要留意 为这件事情 祷告的时候 我的态度 我的心思 我寻求的什么 让我的心预备好 能够与神相交 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的心思被升华 我这个人被改变 这个人在成长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